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长得更高一些,但太高有时也是一种困扰。下面这些人的身高加起来有11层楼那么高。每一个都是人们眼中的巨人。除了身高优势,他们还取得了不少成就。一起看看他们的故事吧。 Soulton Coulson,土耳其,251公分,他凭借着绝对的身高优势成为世界最高的人。不过也因为身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,让他没有完成学业,只能靠做农活补贴家用。而且平时走路还要依靠拐杖。Ratine Tartulan,摩洛哥,246公分,他不仅身高惊人,还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脚掌。 左脚超过38公分长。Mortisa Mirza,伊朗,246公分,他今年26岁。16岁时就有190公分。因为长短脚的问题。他的骨盆受伤。平时行走靠拐杖和轮椅。今年他加入伊朗帕运作式排球代表队。希望能够取得荣誉。张俊才中国,241.3公分。 他出生于农家。家人的身高都不读出。以前他是篮球选手。因为健康原因退出体坛。现在他无法站直。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比这个数据还要高一些。 Nansir Sunro,巴勒斯坦。238.7公分。今年他52岁。除了身高优势。他还有聪明的头脑。是一名记者、语言学家、评论家、双语诗人、自由编辑、作者。 孙明明。中国。236公分。今年32岁的他是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。曾经在电影《街风时刻3》中有一幕打斗的镜头。 鲍喜顺。蒙古。236公分。他今年65岁。体重有165公斤。因为腿不好。走路需要用两根拐杖。他太太的身高为168公分。 鲍喜顺。鲍喜顺。235公分。他从15岁才开始长高。也是该国第一高巨人。他很喜欢自己独特的身高。认为这是上天似雨的礼物。 Brandon Adams。美国。234公分。他今年21岁。曾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高青少年。他患有基因异常疾病。身高不断生长。 医生本来预测他会突破243公分。不过因为注射了高丸素。加速进入青春期。让他停止生长。他的生长趋势已经减缓了。 Begorvokovinsky。乌克兰。234公分。他出生于1982年。刚开始与平常的婴儿一样。后来被诊断出枝端肥大性巨人症。身体会释放出过多。 Begorvokovinsky。 Begorvokovinsky。233.6公分。他今年19岁。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巨人。幼稚园时他的身高就达到了157公分。 国中时为183公分。高中则成了213公分。这些年他每年都要长高15公分。因为长得太快。家人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为他买衣服。社区曾经为他募还买衣服。 Song Fan中国。221公分。236公分高的中国女子姚德芬被称为世界第一女巨人。 据他去世后Song Fan获得了这一称号。Gulam Shabir巴勒斯坦。220.9公分。他出生于当地农村。 10岁时就比同学和家人都要高。后来他成为了模特儿。并被称为温柔的巨人。现在34岁的他在杜拜经营自己的事业。 Zena Phoebe巴勒斯坦。218公分。她是当地最高的女人。 因为不同寻常的身高。她收到了全国人的关注。生活被影响后。她在2009年时取得了英国的永久居住权。 Banchana St. Genova。前苏联。213公分。她是前苏联的女篮中锋。 曾经获得15座苏联篮球金牌。11座欧景金牌。3座市景金牌。 1992年时。她成为首个非美国人入选女子篮球名人堂的球员。 于1993年时还入选了致命的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。 看看这些赫利基群的巨人。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身高也不错。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没有高到太满意的程度。但也足够了。 有些巨人凭借身高优势取得成就。 还有些被身高所累。一直非常辛苦。 看来当一名身高正常的普通人也很幸福。